總點提問 因為現在應該是三黨都不過半的情況 那未來在國會上民眾黨團這邊會和國民黨繼續來談會有合作嗎 或者是跟民進黨這邊 那另外未來會支持韓國瑜選立法院長嗎 態度是如何 這件事情是這樣啦 這就是為什麼說我們未來17天你知道 整個台灣民眾黨是這樣啦 既然我們立法院的黨團還 我們中央黨部還存在嘛 我們也有8名的新任的這種部份區立委 很多事情也是要討論的 但是有一點是確認的 台灣民眾黨在過去四年當中 在立法院你看看 我們四年當中從來沒有假期動員過 這也是一個奇蹟 這表示說在絕大多數的狀態下 透過一個討論你知道 大家都可以找到共識 常常會講說這個政治 或者是在真實的生活當中 有那種兩難的局面 但是要跟大家講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如果大家真的是按照我們的 政治價值你知道 不要為了短期利益犧牲長期利益 不要為了政黨利益犧牲國家利益 不要為了少數的利益犧牲多數的利益 然後正直誠信 然後民意專業價值 也就是說當你把握一些政治價值的時候 其實在每一個議題 對錯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我要這個地方直接跟大家講 在未來時間你知道 既然台灣民眾黨要扮演一個 關鍵少數 他就不會固定說要跟誰合作 那不然的話你怎麼 我是很不喜歡那種在立法院投票 還有那個黨邊你知道 拿那個圈跟叉的牌子你知道 然後那些在投票 根本搞不清楚那一題是什麼東西 台灣民眾黨不會這樣幹 所以我們按照議題 講的有道理我們都會支持 講的沒有道理 那為什麼我要支持大家